当年联想以小体量收购了世界第二大PC电脑制造商IBM的PC部门 大家都觉得是一次民族资本国际化的大成立 但殊不知的背后却是一个巨大的资本陷阱 IBM 高盛 德州太平洋集团 不花永道等的财团共同设下了一个局 而这个局逼得联想最终不得不以高价收购IBM的PC部门 资本的世界中哪有那么多光鲜亮丽 有催人励志的佳话 不过是贪婪的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 而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布下的迷局 今天猫眼就带您拆解一下联想收购IBM电脑背后的资本故事 视频较长可以先点赞再收藏 欢迎关注猫眼的频道 IBM为什么要买自己的电脑部门 2002年1月29日 50岁的IBM总裁兼业务总监帕米尔萨诺 结果权账成为了新一任的掌门人 但也就在这当天 股价却瞬间打跌4.76% 相比于股价的暴跌 他更担心的是IBM的PC部门 当年第一个推出PC电脑的IBM 此时却已经沦为了行业第二 2001年IBM的PC部门亏损高达3.97亿美元 2002年依然亏损1.71亿美元 IBM请到高德纳咨询公司 甚至对IBM的PC业务预测 IBM会在2007年退出PC电脑市场 理由是IBM的PC业务在表现最好的年度 占其全部利润的不足1% 而该业务的盈利和增长趋势时 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戴尔的 这是内忧 还有外患 本来IBM一直是美国PC的老大 但却被一个大学预科生戴尔给颠覆了 戴尔起家的时候 就是便宜的回收IBM的老旧机型 经过改装自己直营 以IBM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售 从而依附于IBM快速崛起 其以直营和低价的策略 迅速超越IBM成为行业第一 而市场上的另外两大竞争对手 惠普和康白正在秘密谈判合并事业 这两家公司一旦合并成功 就将直接成为行业第二 而IBM将成为行业第三 这是IBM所不能接受的 因为IBM的传统就是 必做行业第一第二 内忧外患之下 帕米尔撒诺 决定必须把PC部门尽快出手 IBM的第一个目标 东芝 东芝作为三井住友银行的马前卒 在二战期间 一直是为日军提供军用雷达和电子管的设备的 因为有军方背景 也顺利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日本人战后快速发展时期 膨胀的住友银行来到高盛 想入股高盛来实现其全球化的目标 高盛的掌门温莫哥答应了 同意注入高盛5亿美元 取得12.5%的股权 但住友不知道的是 这位温莫哥可曾经二战时登陆过 这本本土作战的美国大兵 2001年住友与樱花银行合并 但是却出现了一堆烂账 为了冲底坏账 于是就赶忙低价抛售股票 高盛看准时机反过来又大量收购 成为了三井住友的大股东 这次主人的位置掉了个个 高盛成为三井住友的大股东 自然也就成为了东正的老板 日本人不清楚IBM的情况 高盛能不清楚吗 当帕米尔萨诺高兴的找到东芝的时候 人家直接拒绝了 老帕还纳闷 好歹也先了解一下 就这么直接给拒绝了 只是老帕不知道的是 日本人好忽悠 可精明的高盛又怎么会做赔本的买卖 高盛主动接触IBM 出师就碰了钉子的老帕 想起了与IBM打了半个世纪交情的老朋友 高盛 还没等老帕找上门 高盛就已经为IBM物色了一个更容易下手的 目标 中国人 自己不能收购 但并不意味着不能让别人收购 但是老帕还没行动 听闻IBM要出售PC业务的长城电脑 就开始心里痒痒了 因为早在1995年的时候 IBM就与长城电脑成立了合资公司 长城国际为IBM做代工 而联想与IBM的关系 充其量只是去参加下IBM的经销商大会 说白了就是IBM的一个推销员 但作为瞧不上代工企业的老帕来说 本来就没把长城电脑放在心上 但是在高盛的建议下 还是与长城电脑谈的是有来有去 因为高盛的布局中目标另有其人 中国联想集团 联想上钩 2000年年轻的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总裁 当年联想电脑销量亚洲第一 销量达到262万台 但在戴尔面前也就是个小个子 戴尔在网上的销售额 每天就有5000万美元 对杨元庆来说 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但正是这样的巨头已经挺进中国了 杨元庆不敢想象 一旦戴尔真正的全面拓展中国市场 联想还能不能保住国内的市场 就难说了 杨元庆一上任就给柳传志打报告说 要收购国际PC大厂和进军国际市场 来对抗戴尔 杨元庆急需一个伟大的政绩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被柳传志给否了 于是一招不行就另行一招多元化 但搞了两年多元化后 联想除了电脑之外 到处都在亏钱 所以反思之后的杨元庆还是觉得 自己的主营业务PC电脑才是根基 但即使是PC业务 2003年联想的国内市场份额 也从30%下滑到28% 2004年更是下滑到了24% 虽然戴尔的市场占有率仅有8% 但增速却是联想了三倍 而这时又传出了长城电脑 与IPM谈判收购事宜 让杨元庆和柳传志都坐不住了 前有戴尔后有长城电脑 如果IPM与长城电脑合并 那自己的地位就会不保 杨元庆和柳传志备受刺激 这简直就是把联想逼入一个死局 联想似乎如果要保住自己的龙头地位 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与IPM谈判 而且还必须要出个比长城电脑更好的价钱 只是联想一直被蒙在鼓里 IPM一开始跟长城谈判 只不过是演的一出双簧 是演给联想看的 果不其然杨元庆上钩了 杨元庆上述柳传志 要求参加IPM的收购 高盛布局与联想拉关系 也就在这个鞋柜点上 高盛主动找到了联想 因为当时高盛想要一张 证券公司的入场券 但无奈政策规定不能由外资控股 所以高盛就做了一个小局 因为当时柳传志在公开场合说过 自己想做投行的业务 而且也拿过中国银行上亿的不良资产 此时又有华尔街巨头高盛做指导 那岂不是如虎添翼 但高盛提出合作的前提条件 是成立新的证券公司 于是联想与高盛控制的三家公司 各自持股25%成立证券公司 证监会一看 背后是国资背景联想就放行了 但申请报告中还有一条 就是允许证券公司 与高盛亚洲有限公司 成立一家外资参股的证券公司 高盛瞒天过海的 成为了证券公司高华证券的实际控制人 经过一系列的运作之后 高盛帮助联想做投行业务 更重要的是 双方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 高盛做联想的财务顾问 在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过程中 为其提供专业的投行服务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局 而随后联想与IBM的深入谈判 也是一步步更深的踏入这个陷阱 高盛阳奉英威 高盛为IBM出招 与长城电脑谈判 把联想逼得要收购IBM 然后跳出来再与联想结成合作伙伴 帮助联想收购IBMPC业务 只是在联想的眼中 还以为高盛是自己保住地位的救星 既然联想想收购IBM 那调查字是少不了的 作为上市公司 IBM那些数据报表 就自然真实的暴露在公众面前 IBM不尽如人意的财务数据 让联想有些犹豫了 此时作为财务顾问的高盛 本该帮助联想弄清IBM 亏损的真实原因 但高盛的说法居然说是因为 IBM因为一批零部件质量问题 引起了PC业务下滑 因为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而出现倒闭的情况 而柳传志这种白手旗下的人 自然也深知这其中的艰辛 不得不说高盛的分寸拿捏的是死死的 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理由 联想居然相信了 高盛甚至支招说 如果以后产品中再有类似的情况 所有后续额外增加的费用 由IBM负责 IBM自然是欣然答应了 联想深陷资本秘局不自知 然后就进入到了最重要的价格阶段 于是高盛惯用的台轿子玩法登场了 这次出场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太平洋集团 这家公司主要做的是财务投资 跟高盛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002年 这家公司曾经收购过高盛的私募股权公司 更是在合并后 就组成联合财团低价收购了美国的汉堡王 收购完毕后就罢免了总裁 找到了曾是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 普华永道的掌门人 格雷格·布伦纳曼 让他出任汉堡王的首席执行官 而这位布伦纳曼 当年把年收入50亿美元的普华永道咨询部 诡异的以35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IBM 可以说布伦纳曼几乎是把咨询部 伴送给了IBM 如果说这位掌门人与IBM没点关系 谁信呢 而联想在并购IBM的时候 除了高盛作为财务顾问之外 还诡异的请到了普华永道 这让联想深陷在高盛IBM 德州太平洋集团 普华永道的资本迷剧中 只是唯有身在剧中的联想 还不自知而已 德州太平洋集团竞标IBM 只是作为财务投资 肯定是一味的只想拿个低价 然后运作运作再卖出去 再赚个差价 出价要远远低于联想 可是联想不知道 现在市场上有两家长城电脑 和德州太平洋集团 与联想竞购IBM PC业务 这两个都不是省用的灯 甚至三家公司中 自己还是处于最弱势的 长城电脑的背后有中信资本 德州太平洋管理着千亿美元的基金 都不是联想能比的 联想IBM敲定价格 IBM在2000年的时候 还狮子大开口要40亿美元 但两年后就不得不缩水到20亿美元 足可见IBM高层有多么希望能够尽快脱手 联想在价格谈判的时候 拿出IBM的财务数据 净资产为负的9.76亿美元 2003年更是亏损高达2.58亿美元 但是有了高盛 普华云都要这样 拿着雇主的钱 却替对手讲话的队友 联想也是没谁了 联想一方面被逼必须收购IBM PC业务 为自己谋一个出入 另一方面却在资本的限定中不得不抬高价格 最终谈判收购价是17.5亿美元 包括6.5亿美元现金 6亿美元联想集团股票 和IBM PC部门账面上的5亿美元债务 也就是说IBM把PC部门卖给联想 套现6.5亿美元现金 然后持有联想18.9%的股份 成为了联想第二大股东 更精彩的还在后边 国际资本稳赚不赔 你以为德州太平洋集团真的是在基于IBM 其实他一直在等着联想收购IBM 因为净资产不足45亿港元 吞下价值136.5亿港元的庞然大物 中国俗称是蛇吞象 因为收购完成之后 联想将直接进入世界500强的名单中 但是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高盛可不想谈完了 因为没钱而黄了 因为他可是要两边收费的 于是先是自己拿出5亿美元借给联想过桥 当然这是有抵押的 然后又拉来了巴黎银行 荷兰银行 国内和香港的16家银行 作为一个贷款银行团 这么多大佬坐在了联想的办公室 柳传志和杨元庆看看都激动 16家银行贷款6亿美元 5年分期偿还 但是要求联想集团和若干分公司 做出无条件的抵押 这下收购的资金是有了 但是5年还11亿美元 姚元庆觉得挺困难 还需要做好长期资金准备 也就在这个时候 德州太平洋集团再次出现了 他一直是帮着IBM抬轿子 把价格抬上去了 现在需要资金了 自己作为白衣骑士出现 真的是演的一出好戏 当然如果自己一加去的话 恐怕会招致联想的反感 毕竟自己抬高了联想的收购价格 于是联合了 范大西洋集团和新桥集团 成为了联想的战略投资者 联想拿到了三家的股权融资 3.5亿美元 各家几乎都是可以稳赚不赔的 高盛和16家银团的贷款 可都是有联想集团 和子子孙孙的公司们作为抵押的 不怕你不还钱 而三家战略投资者的融资 可是每年有4.5%的固定股息的 杨元庆柳传志就拼命的 给自己赚钱就行了 更重要的是 如果联想集团发生变故 三家战略投资者一家一个董事 再加上IBM的一个董事 就足以控制联想董事会 这背后的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被人诟病的联想 在接受后的5年里 联想一直处于亏损之中 当初IBM的美国政府订单 悉数丢失 联想与IBM的部门又磨合了几年 还经历过大裁员 一直到2009年2月 柳传志不得不重新出山 担任董事长才稳住局面 最终在全球PC市场 占据第一 此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 全球兼并之路 只是联想的兼并 一直被世人诟病 觉得它就是个组装电脑的 没啥技术含量 研发之初与其体量极不相称 其甚至还取消了总工程师的职位 走起了冒工技的路线 也就是重销售 轻技术 而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则是走的是技工冒的路线 重技术 轻销售 那您认为 当下的企业应该走冒工技路线 还是技工冒路线呢 欢迎留言评论都看完了 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关注猫眼儿的频道 下期再见